主料,高筋粉280克,马其林330克,低筋粉120克,辅量,水150克,黄油60克,蛋一个,高12克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餐人数,低到2人,将高低份混合堆成粉墙,中间晃糖,蛋,黄油,水料水料加入, 具体看面团的干水而定,搅拌上面团,干保鲜膜静置15分钟,将面团擀开长形,放上片状马其林,项理折三折,包好放冰箱冷藏松弛15分钟,从冰箱取出面团,擀开,再折三折,继续放冰箱冷藏,重复此步骤三到四遍,最后一次从冰箱取出,擀成长片, 喷上水,撒上粗白糖,两边向里折两折,再叠在一起,用保鲜纸包好,放冷冻冻石,取出冻石的面团,表面喷上水,沾上白糖,切成约8毫米的片,烤箱预热180度25分钟,表面惊慌就行了,烹饪技巧,说实在的做这种点心太多油了, 烤的时候,盘里的油脂质直冒,像油炸的一样,好在老公现场没看到,拿出来一口吃了两个半,照片照的不齐全,还不是很习惯一面做点心,一边拍照,又失踪完下一步发觉忘拍了,很佩服博客上的JM们,三个完整的图片和包子不容易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